嗨,我是小桃 今天呢,来开箱最新的 若美妇青春抗皱生物纤维面膜 好,我们把它打开 里面有五片 先跟大家一起看一下关往的介绍 它说呢,这是一个全新抗老的一个生物面膜 最厉害的是其中有一个专利的成分 是一个传输系统 可以帮助把成分的渗透到我们的肌肤里面 哇,看起来蛮期待的 然后它有说到它非常特别的地方 是可以完美的来贴合我们的肌肤轮廓 然后还有这个它采用的是生物可以完全分解的材质 所以呢,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的滋润干燥肌 还有抗老化 里面有抗老化的生态 还可以维持肌肤弹性 淡化细纹跟皱纹 好,待会小桃呢,就会打开一包来敷给大家看一下 好,那在敷之前呢 先,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有一个叫干油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塑住所有这个里面精华的成分 还有一个是蓝环章鱼仿生态 哦,好生气的名字 是里面的专利成分 具有对抗老肌肤老化 还有保湿 还可以调理肌肤的功能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哦 好,那现在跟大家一起打开这一片 哦,里面的精华液感觉很多 诶,这个材质摸起来很特别 不是一般的布诶 它说这是特殊生物纤维面膜 材质摸起来有点粗粗的 跟一般布的有点不太一样 好,那我们就来敷给大家看一下 好,现在已经把它完整的贴在脸上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上面说我们可以享受它15到20分钟 再把它拿下来 好啦,敷完20分钟了 现在准备把它拿下来哦 这精华液好多 等一下还可以拿来插一下脖子 跟敷一下 敷一下手臂这样 好啦,敷完20分钟了 刚才已经把剩下的精华液呢 就是稍微的按摩到皮肤里面 现在觉得呢 皮肤感觉非常的保湿 而且呢 很透亮的感觉 还有一个紧紧的感觉 就是呢,觉得它哦 紧紧的 然后本来小淘是准备想要在后面 使用那个超美丽组合 但是我发现好像不太需要 因为它的那个甘油呢 已经有把它的这个 整个精华的成分全部都锁在里面了 所以我觉得敷完之后 其实暂时是不需要再做更多的保养 然后尤其是眼周的部分 最紧致的感觉非常的明显 还有额头 哇,我觉得我现在的脸感觉好崩哦 好,非常推荐给大家 那剩下的精华液呢 因为还很多 像在那个袋子里面呢 我觉得都还可以在今天 或是明天的早上 就是持续的把它使用完这样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当高级的 然后 他也有提到说 这个 用完之后呢 他是每个礼拜呢 建议可以使用一次 或者是依照你自己的需求来使用 那这个 今天这个面膜呢 就推荐给大家了哦